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本轮比赛洛佩特及进行了轮换 像贝尔和克罗斯等人都没有首发出场 不过好在 他没有让阿森西奥轮休 否则的话黄马未必能够在主场拿下对手 在上半场的比赛中 尽管黄马占据着场上的优势 但是他们却迟迟没能攻破对手的大门 眼看双方就将以0比0进入更衣式 关键时刻 阿森西奥站了出来 第41分钟 莫德里奇在进区前射门被挡 结果后点的阿森西奥拿球之后推射圆角 皮球最终躲过对手门将的封堵飞进球门 经过视频裁判确认 阿森西奥的进球有效 黄马幸运的霍德领先 进入下半场之后 为了扩大比分的优势 洛佩特吉先后 换上了马里亚诺和巴斯克斯等人 不过黄马还是没能再度敲开对手的大门 最终只能在主场以1比0小胜对手 在本轮另一场比赛中 马晋作客对阵赫塔飞 上半场勒马尔在禁区外远射 制造了对方门将的乌龙 之后他又在下半场打进一球 最终帮助马晋再克场以2比0完胜对手 在本轮比赛之前 马晋在西甲遭遇两轮不胜 好在如今他们终于摆脱了颓势 由于巴萨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进行 因此本轮比赛拿到3分之后 黄马目前已13分 暂时反超巴萨升上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马晋在克场获胜之后 他们目前也升上了第5位 随着进攻球员的状态的回升 相信接下来马晋还会继续提升自己的排名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轮比赛中 塞尔塔在主场以3比3占平瓦拉多利德 其中阿斯帕斯没开2度 帮助球队在主场拿到1分 在目前的射手榜上 阿斯帕斯已经以4球追平梅西 上赛季这位西甲神风打进 22球排名射手榜第5位 很显然本赛季他也是联赛金靴的竞争者 从目前看来 梅西在西甲竞争 金靴 至少有阿斯帕斯和本泽马两大对手 在C罗离开之后 这位阿根廷巨星并不寂寞 如果接下来他稍有松懈 难保本赛季的西甲金靴 不会写上其他球员的名字 了 宝贝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